二战时期的意大利有很多光环 比如专看德国一百年不动摇 但可惜的是没有一个能和战斗力挂边 当年意大利真的那么菜 以至于现在提到二战时期的意大利 就只剩下段子和一面了吗 当年莫索里尼想要重现古罗马辉煌 嘲笑着要加入轴心国正负全欧洲 但自家有多少米心里没点数吗 经济工业和欧美都不是一个重量级的 咱先不说 要是有拿破仑那智慧 就算没有工业准备和资源积累 起码也不会给轴心国拖后腿 但现代化的军队会被埃塞俄比亚的恩线部队团灭是怎么一回事 看意大利军队在战场上的怂样 凯撒的棺材板都快压不住了好吗 意大利也并非真的只有通心粉 在北非战争和苏德战场也有过热血表现 在北非阿拉曼战役中 意大利第185闪电散兵师拼死阻击英军 但进两者之后 师长带领最后300人破坏武器之后才投降 阿拉曼战役失利后 龙美尔撤退还顺走了意大利军的淡水和油料补给 这对于在沙漠行军的意大利军而言艰难程度可想而知 最后才只好向英军投降 在苏德战场 意大利军队面对苏军全面包围的形势下 硬是突围的意大利军队的前锋部队都灵师 硬是用刺刀在苏军的封锁中撕开了一个突破口 最终只有4000余人回到意大利 其他人都死在了异国他乡 所以意大利军队并非只有笑话 也有年轻人的热血和生命 意大利军队不行 最根本的还是在于意大利落后的国家经济和工业 根本支撑不起意大利军队打那么长时间的战役 再加上莫索里尼对军事的过多不正确干预 意大利军队打不赢也是必然的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